昨天凌晨,特隆江·加穆斯发生了一起运煤车和列车的相撞事故,造成一名火车司机死亡,使人受伤。 根据当地的公安民警介绍,事故发生的原因是火车司机下车将已经封闭的火车道口安全杆抬起,强行通过道口,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。